男人在老照片上发现了个鬼影 谁知仔细一看那人近视自己 接着他就被一道蓝光猛地吸了进去 当夜天再次醒来时 却奇怪地被绑了起来 对面的将军还拷问着他 到底是不是来刺杀少帅的 夜天还以为自己误闯进了剧组 大喊着让演员赶紧给他松绑 可直到这三个人的出现 才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原来夜天的爷爷 本是民国时期少帅的儿子 临死前还告诉他的一个宝藏 可当他大费周折地挖了三天三夜后 却只是挖出了一张废旧的照片 这时夜天才猛地反应过来 眼前的三人就是照片上的人 我穿越了 这样的话 那眼前的少帅就是我太爷爷曹少延 而这个几岁的孩子 该不会是我爷爷吧 这谁啊 怎么在这审的 欺民少帅 此人突然出现在您的房间 定时刺杀您的刺客 您是呀 把他押到审讯室严加审讯 等会儿和张会长的宴会 你陪我去 是 快站起来 怎么 你有话什么 你 是不是叫曹少延 他 不会是曹小斌吧 没错 不过你已经没有刺杀的机会 我不是来刺杀你的 我 我是穿越来的 你 你是我太爷爷 他 他是我爷爷 曹小斌 儿子 他说你是他爷爷 没错 爷爷 我 我是岳岳啊 我你孙子 这个刺客还真有点意思啊 不过就是脑子不太聪明 变出这么个理由 这么说 我是你太奶奶了 对对对对 你是我太奶奶 比照片好看多了 我看这就是个傻子 怎么看也不像个刺客呀 少帅 下官定严加拷打 此人定是装的 不然怎么突然出现在少帅的房间 宁可作杀 不可放过 不是 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 我真是穿越来的 我是二零二三年来的 现在是民国几几年啊 民国第二十二年 民国二十二年 那这么推算的话 我爷爷应该七岁 行了 白副官 他我就交给你了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 不许杀生日 生日 我爷爷的生日 只可惜 我七岁生日那天 我爹参加宴会 被手下害死了 我们曹家 从复克敌国的少帅之家 立刻没了 我也当了半辈子的乞丐 今天是我爷爷七岁的生日 也就是今天 我爷爷被手下所害 双帅 你今天不能参加宴会 你会被害的 你说什么 双帅 今天是不是你儿子七岁的生日 就是今天 我们曹家就是从今天开始落寞 我爷爷 他 他当了半辈子乞丐呢 小子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我没胡说 我说的是真的 少帅 你不能去 你会被害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小子你听好了 能害我曹少颜的人还没出声呢 把这赏子给我压下去 是 把他压下去 严信口袋 有利 少帅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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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少帅 别喊了 少帅已经出门了 快快快快快快 快拦住他 少帅今天要出事了 给我闭嘴 今天算你运气好 小少爷今天生日 不能杀生 要不然 老子现在已经闭了你 白副官 安保的护卫队准备的怎么样了 夫人放心 护卫队准备完毕 保证保护少帅和夫人的安全 少帅 您来了 张会长 敌爱无恙 今日有幸见到少帅及夫人 这在是 新习惯飞呢 会长 你真是太可情了 白副官 你先下去吧 是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全都换成我们的人 随时都能收 好 记住了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今日过后 世上再无曹少爷 这怎么办呀 既然我穿过来了 就要改变家族的历史 我得救太爷爷 我不能看着太爷爷去父子 我得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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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呐 来人呐 来 长 少帅 白副官 我没让你进来吧 出去 兄弟们想给您住住信 你什么意思 那傻小子说得对 这场面会您就不该来 听讲方法 对啊 那傻小子说得可太对了 从今天开始 曹家就完了 来人 来人 曹少爷 今天就是什么叫死去 你个混蛋 你不回事 你可 要 报告白副官 弄完成 记住 叫老子 少帅 这 呃 少帅 兄弟 你去放我说去吧 我要救少帅 不用了 法帅 不用你救了 少帅死了 白副官要行 白副官 少帅 这个怪员已经带到 白副官 原来你是叛徒 你把少帅怎么了 看来你还真是来保曹少妍的 不是来刺杀曹少妍的 你把少帅杀了 不不不不 我没有 我把他全家都给杀了 哈哈哈哈 臭 我爷爷呢 我爷爷呢 你爷爷呢 你是说曹少妍的儿子 他还活着呢 我问你 老子刺杀曹少妍 乃是绝密 绝对不可能有别人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上知天文虾知地理 什么事我都知道 我看你这穿着如此怪异 你是哪的人 你是谁的人 你是怎么知道我刺杀曹少妍的 白叔叔 白叔叔 小公子坐我旁边 爷爷 白叔叔 我爹和我娘 怎么还没回来啊 哦 你爹跟你娘啊 变成蝴蝶 你飞走了 什么意思啊 现在曹家只剩你一个人了 来陪叔叔 玩个游戏怎么样 我找我爹 我找我爹 上就能见到你爹了 喂 白福哥 他才小 你放着他吧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为别人求情啊 你总不能杀小孩吧 你难道没听说过 什么叫做无毒不丈夫 他不能出事啊 他出事我就没了呀 给老子老实交代 你是怎么知道 我要刺杀曹少妍的 你放了他我就告诉你 信不信老现在就崩了你 实话告诉你们了 我 我是穿越过来的 我是几十年之后的人 什么 穿越 我无所不知 我能预知未来 你放了他 我 我可以为你做事啊 崔副官 把这个小孽子 拉出去崩你 是 哎哎哎哎 等一下等一下 你想想 哎副官 你想想啊 你刺杀少帅这么机密的事 我都知道 不是一般人吗 你得相信我呀 我不但知道少帅今天会被杀 我还知道你明天也会死 你说有人要杀我吗 没错 就明天 你下场和少帅一样 你放了他 我 我 我可以帮你 我凭什么相信 那少帅不是也没听我的才死的吗 既然你这么有本事 那你一定知道 刺杀我的是谁了 这我不能说 好啊 你不说 我蹦 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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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杀你的 他 你 你不要说我会人啊 将军 我对你可是东西刚刚 看得过坏 你千万不要信 我当然不会相信他 不过 还是要查一下 来人 去崔福官家里搜 我对你真的是中心刚刚 你个闭嘴 今天 你们两个 必须得死 查出来东西 你死了 查不出来东西 他死了